了解大英帝国的过去 编织半个世界的未来 拒绝无聊的历史 给你有料的故事 谢同学去说英国史 由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Hello 欢迎回到由嗨剧文化出品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谢同学去说英国史 我是Joshua老谢 今天没有废话 继续百回英国历史 行不行 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废话两句 是不是 毕竟我这么长时间没更新 有的朋友非常不爽 我总得给自己找点借口 是不是 我真诚的说几句 我觉得既然我们是一种 没有明确契约的关系 所以一定请大家 多多体谅我的更新效率 但是呢 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一个多月 我没有更新 因为我去了一趟英国 那我去英国这个事呢 有的朋友知道 有的朋友不知道 但知道的朋友呢 还不好好的跟我说话 也不理解我 天天的在我朋友圈 给我留言说 我和某某网红在英国 传出了不可描述的绯闻 我就想说了 我和谁传不传绯闻的 能咋的 这也不是重点呢 重点是我回英国干啥去了 肯定就是为了拍视频嘛 拍关于英国历史和文化的视频 对吧 不就是为了图文并茂的 更好的向大家展示英国的一些情况吧 一些历史嘛 不就是为了以后给你们去英国玩 做点背书嘛 这给你们整的 一天天的还挺不累的 是吧 我也是醉了 哎呀好了 好了啊 各位粉丝 反正都是我的毛病 是我一而在 在而三拖等 那在这里呢 我说句sorry 但是sorry归sorry 接下来的更新呢 依然是根据我的时间来安排的 所以如果大家实在是等不了 不如过一段时间再回来收听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一口气的听完我讲的英国历史了 OK那玩笑开完之后呢 我就正经了啊 新老师开始上课了 都给我坐直了 好好听课啊 说你呢 小明 还有你 小红 好了啊 各位同学 那上集呢 我大概向你们介绍了一下 查理二世这个小朋友 他的快乐的本性啊 那今天呢 我再好好向大家介绍一下 查理二世 这位小朋友的丰功伟绩 当然这个丰功伟绩是带眼号的啊 是存在争议的 因为他这个人在历史上 大家有点看不明白他 就是他做的这件事 到底是是好的还是坏的 有点分不太清 所以呢 需要大家通过我说的这些故事呢 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好的过往 好 那在1660年的查理二世 复辟了斯图亚特王朝 上台以后 他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从威斯敏斯大教堂 挖出了克伦尔的实体 然后各种鞭尸 各种虐 各种泄愤 最后呢 就把克伦尔的头砍了下来 挂在了城门上进行示众 最后呢 他的头就被克伦尔的母校 也就是剑桥大学的西德尼苏塞科斯学院 给收走了 并且埋在了这个学院教堂的某一个角落 那我这次去英国呢 还特意去了趟这个西德尼苏塞科斯学院 当然这个学院的地位呢 和三一学院呢 国王学院呢 是没法比的 它也比较小 而且进门还是免费的哦 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 你去剑桥的时候 可以顺便的去看一看这个 西德尼苏塞科斯学院 那这话再说回来 查理二是干的第二件事呢 就是发动了第二次英核战争 可是讲这个第二次英核战争啊 我还得说回这个科伦维尔 因为科伦维尔 他不是发动了第一次英核战争吗 我在上集说完以后呢 很多朋友就发微信问我 说这个英核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听得有点懵 那今天我在节目一开始呢 我给大家好好说一说 英核战争发生的前因后果 这样呢 你就能更加的明白 查理二世和他的弟弟 詹姆斯二世 为什么要发动这个英核战争呢 同时也能明白 他哥俩 为什么在晚年那么足 为什么要搞这个复辟天主教 而引发的那个光荣革命啊 那上集我说到科伦维尔的时候啊 提过四个字叫航海条例 因为科伦维尔颁布的航海条例 就引发了第一次英核战争嘛 航海条例当然只是一张纸而已嘛 那这张纸背后的英国动机是什么 也就是英国打荷兰背后的那个 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啊 就是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 荷兰的崛起 我先给大家说说荷兰这个国家吧 荷兰呢 它最早是属于神罗的 后来就被西班牙统治了 三十年战争之前呢 荷兰就闹独立 搞了一个荷兰联省共和国 闹独立的原因呢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宗教嘛 因为这个地方离西班牙远 而且受北欧的影响 都信这个新教 西班牙大家都知道嘛 信天主教 所以荷兰就反西班牙嘛 而且好几次 荷兰人还和英国人呢 联合去对抗西班牙 以及法国 那三十年战争打完以后呢 这个荷兰就独立了 西班牙呢 也承认了荷兰独立的地位 那他从这个西班牙独立出来以后呢 这个国家的清教徒商人 就成为了荷兰的统治阶级 也就是说荷兰其实是商业立国的 那荷兰的那些清教徒商人嘛 就趁西班牙和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的虚弱期 以及英国反专制打内战的那个时期 就大力的发展了针对美洲和印度群岛的殖民扩张 不仅如此呢 他还干起了物流买卖 就是为西欧那些有殖民地的国家提供了物流运输服务 就这样这个国家呢 就通过经济就崛起了 那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呢 荷兰这个国家突然就成为了爆发户 综合国力就一跃成为了西欧的number one 从此呢 在指标上就成为了欧洲第一强国 注意啊 我说的是指标上成为了欧洲第一强国 那在历史上最强大的荷兰 就是这一时期 就很多教科书上也会说嘛 在这个公元17到18世纪 也就是1648年到1784年 荷兰是一个海洋霸主的地位 直到1784年被英国彻底打垮 那荷兰登上这神坛成为爆发户的时候 那英国人在干嘛呀 前两集说了 英国人在反君主专制呢 还打起了内战 国家都已经乱成一国轴了 哪有空管这个荷兰人呢 但是英国内战一结束呢 科伦尔不就上台了吗 就成为了英国的实际通知者 所以问题就来了 英国为什么要跟荷兰打仗 很多同学就搞不明白了 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 英国和荷兰之前还是铁哥们啊 是超级好盟友 一起上过山 一起下过乡 一起扛过枪 打过西班牙 打过法国 都穿过一条裤衩 为什么还要反目 更让大家搞不明白的是 荷兰是个新教的国家呀 英国一向的国策 不就是支援欧洲大陆的那些新教国家 来反对法国和西班牙的嘛 所以说到这儿呢 科伦维尔统治的英国 发动了第一次英核战争的原因 就显得更加敏感了 因为科伦维尔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个清教徒嘛 清教徒什么教啊 也是新教出来的呀 那荷兰人也是个新教国家嘛 那地儿也是一裤衩子清教徒啊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清教徒不打清教徒 那你说科伦维尔为啥还要削荷兰呢 难道是说科伦维尔觉得自己太飘了 太侥幸了 太嚣张了 所以英国打荷兰的这个问题 就变得很敏感 很尖锐 就很多朋友搞不明白 那今天呢 我就让大家明白明白 我就告诉你们 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啊 就是英国的重商主义 容不下荷兰的发展 我再说一次啊 就是英国的重商主义 容不下荷兰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重商主义 以重商主义 简单来说就是搞垄断和排塌 就是保护自己国家的这个经济 力大力实现这个贸易顺差 就是我的贸易顺差越大 我在欧洲就越牛逼 因为在之前的中世纪啊 欧洲这些国家都是重商主义的这个套路 都是我出口比你多 我进口比你少 就说明我会做买卖 我有钱 我就更富强 那搞这个贸易顺差 最轻松的方式就是搞垄断嘛 但海洋运输英国人垄断了吗 非洲黑奴贸易英国人垄断了吗 美洲殖民地的各类商品英国人垄断了吗 都没垄断 那谁垄断了呢 不是老对手西班牙和法国啊 而是在三十年战争之后 由这个矛头小子荷兰人给垄断了 那你说英国人能爽吗 我和大家说英国人呢 就认为三十年战争最大的英家 应该是英国自己 而不是你荷兰 可你荷兰在三十年战争之后 就趁着我内乱 居然垄断了航海运输 而且还把这个非洲黑奴贸易 也给做了 殖民地你也发展的最好 那在心理上就肯定不能平衡嘛 所以别看你同样信这个信教 但是我也要收拾你 其实说白了 就是跟宗教跟感情跟种族啥的 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就是荷兰人你太没有眼力见了 不懂得尊敬大哥 偷偷摸摸自己发展国力 还发展的这么快 一下子成了欧洲第一强国 那我必须给你拉下神坛呢 但这里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英国人呢 认为未来有一天 当战争不跟宗教产生关系的时候 单纯只是为了霸权 只是为了利益的时候 你荷兰绝逼不会是我的盟友了 绝对是我的敌人 所以克伦尔在搞定完内战以后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遏制荷兰的发展 于是乎呢 当年克伦尔就非常不讲道理的 搞了一个航海条例 限制了荷兰和英国之间的贸易 但我说到这儿呢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捧 这个克伦维尔的臭脚啊 说这个克伦维尔真是很有两下子 我想说的是 不论是克伦维尔还是查理二世 都会这么干的 为啥呢 因为英国的立国之本也是商业 它毕竟是个岛嘛 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换成哪个领导或者国王上台 都会发展商业的 而且必须是搞垄断 搞这个重商主义 说到底呢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中世纪那个价值观了 围绕上帝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时候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那我插一句啊 英国最后其实是摒弃了重商主义 率现在在欧洲搞了自由贸易 进而让他不仅称霸了欧洲 还称霸了世界 当然这是后患啊 那话再说回来 由于航海条例是英国单方面发布的 荷兰人当时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应对 科伦维尔就依据荷兰人不遵守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 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发动了第一次英核战争 因为荷兰是刚起步嘛 虽然经济腾腓了 但是海军经验和军事科技发展还不行 再加上科伦维尔本来就很战神 结果没几下荷兰人就被英国人给打服了 荷兰就被迫承认了航海条例 所以说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 英核战争的背后历史意义 它发动的原因 总结来说 就是英国想要当当时的欧洲老大 就必须干掉荷兰 虽然以前我俩是好机友 好战友 我俩还是同为新教国家 但是出于英国利益的自身考虑 就必须翻脸不认人了 包括现在英国托尔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都是出于英国利益的自身考虑 好的 解读完这些 我就回答了上期有些朋友 在我讲完发的那些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把话再说回 这个查理二世 那查理二世这位小哥哥 就贼有意思 他复辟以后 一上台就把英国海军 改了一个金颤颤 特别闪耀的名字 叫英国皇家海军 并且让他的弟弟约克公爵 詹姆斯当上了皇家海军的一把手 这个詹姆斯就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 那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 英国有皇家海军 后来还有一个皇家空军 但是并没有皇家陆军 为啥呢 就是因为陆军背叛过皇室 当年克伦威尔不就率领了英国陆军 把查理二世的爹 查理一世给弄死了吗 所以到现在呢 英国皇室都不相信英国陆军的忠诚 也就没有皇家陆军这个称号 那查理二世改组英国海军 并且让他的弟弟当海军一把手的目的是啥呢 就是为了去抢荷兰 在海上和海外殖民地的资源 这还不够啊 查理二世还故技重拾 是效仿了他的杀父仇人克伦威尔 搞了一个升级版的航海条例 单方面的再次宣布 凡是来往美洲殖民地的商船 必须必须必须的是英国船只 一旦发现在海上用荷兰的船 运输英国的货物 就直接没收啊 三分之一呢 归这个英国国王 剩余三分之二呢 归有工人员 那这么一搞英国的老百姓又开始当海盗了 凡是经过大西洋和美洲殖民地的这些荷兰船只 英国人就开始像当年德雷克一样抢嘛 管你船上到底有没有属于英国的东西 到底这船是运哪的 反正就是个抢 所以我说到这儿呢 你们是不是就听出来了 伊利沙白也好啊 还是克伦威尔也好 还是查理二世也好 在表面上英国国王和统治者从来也没说过让老百姓去当海盗 因为海盗的定义是你可以随便抢 抢谁都行 而且不需要跟国王分钱 但他们却说了这一时期西班牙和荷兰就是阻碍英国经济发展的敌人 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对抗当年的西班牙和这个时期的荷兰 而且都能获得国家的官方许可去当这个撕掠者 官免弹簧的还给你颁发了皇家撕掠者的证书 你就可以帮着国家去打西班牙和荷兰 你还能挣钱 也就是说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评论 其实当年德雷克并不是海盗 老百姓也不是海盗 国王是不是海盗也很难界定 因为关系到国策 但是在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肯定认为英国人全是海盗 那我讲到这儿 大家就可以脑补一下了 不论是这个时候的荷兰人 还是之前的西班牙人 那被抢的时候那种滋味是多么的不爽 所以换成你是荷兰人 是不是要反击了 是不是要打第二次英和战争了 但是呢我告诉你啊 第二次英和战争并没有因为荷兰人被抢就开战了 荷兰人不爽归不爽 但荷兰人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反而怂了三到四年以后才和英国人翻的脸 为啥呢 因为还是那点 荷兰人的海军不行 实在是打不过英国人 英国的皇家海军当时真是无敌的状态呀 我跟你们说啊 当查理二世的弟弟也就是詹姆斯 率领英国皇家海军到达北美的时候 荷兰人连屁都没敢放就直接投降了 把很多原来属于荷兰的北美殖民地就拱手送给了英国 美国纽约这个城市就在这个期间诞生的 美国那个第一大城市纽约是怎么来的 就是荷兰人送给英国人的 纽约嘛 New York英文的音译 New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新旧的新的意思嘛 York就是英国的约克城 New York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新约克城对吧 但之前呢 这地儿不叫新约克城 不叫纽约叫啥 叫新阿姆斯特丹 是荷兰人的殖民地 阿姆斯特丹呢 就是荷兰的首都嘛 所以荷兰人在北美殖民地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就是这个新阿姆斯特丹 当英国海军开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 荷兰人反抗都没有 就直接把地盘交给了英国人 因为心里就明镜了 根本打不过 不如就直接送给英王查理二世得了 那查理二世欢喜得很嘛 就把这块殖民地作为礼物 奖赏给了他的弟弟 约克公爵詹姆斯才有的新约克城 也就是纽约的 那经过我以上的叙述呢 有的同学可能就会问了 荷兰这个时候是谁统治的 荷兰国王这么垃圾吗 是谁呢 教科书上不一直说荷兰在历史上是非常牛逼的吗 在海洋上能称霸称王呢 那刚才我说了 这个时期的荷兰呢 是没有国王的 是个共和国 统治者呢 叫最高执政官 一个叫威廉的家伙 不过并不是后来那个英国的威廉三世啊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今天是想告诉你 欧洲历史上啊 在海洋称霸过的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西班牙 另外一个就是英国 我理解的欧洲历史里 荷兰从来没有称霸过 为啥呢 因为荷兰呢 它的独立军事能力太弱了 就说白了 就是如果没有盟友的状态下 单独和英国或者西班牙死壳 是根本打不过的 独立军事能力差 就代表你没有称霸的基因 那反观英国和西班牙就不一样了 之前英国和西班牙互死的时候 多少次啊 都是两个人自己约在这个超厂上单练的 就算偶尔找了几个盟友 都不是什么大盟友 全是什么小公国的 对吧 所以我就说嘛 荷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其实是没有称霸过海洋的 反正不管荷兰称霸没称霸过吧 这个之前荷兰就是怂了 把这个北美殖民地很多的地方就送给了英国 那可能有同学又不明白了 说荷兰既然这么怂 那怎么还能发生第二次英核战争呢 又怎么发生第三次英核战争呢 这个第二次英核战争啊 完全是因为被欺负好几年的荷兰小同学突然有一天爆发了 忍无可忍了 终于翻脸了 因为还得讲究点这个骨气的嘛 他们自己卧心长胆建立了一支海军 决心的和英国人一决雌雄 那你说查理二世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斯 看到荷兰小同学这么嚣张 这么有志气 那你说查理二世和他弟弟詹姆斯是怎么想的呢 所以呢先让我休息一下啊 回来让我继续为你报道 三年二班上的英国兄弟和荷兰同学 发生在操场上斗殴事件的全过程 好欢迎回来 斗殴事件是怎么回事啊 那讲这个第二次英和战争的时候呢 可能有的同学会疑问说 第二次英和战争 英国议会就这么支持查理二世吗 议会那么愿意给他筹钱发动战争吗 因为查理二世不是刚复辟吗 而且权力大不如以前的这个查理一世 查理二世就没和英国发生点什么冲突吗 因为钱的事 我觉得问这种问题的同学就非常好 但答案是没有 议会呢非常支持查理二世 发动第二次英和战争 因为刚才我解释过 这场战争呢不是出自国王的私欲 而是整体英国重商主义的国策 另外一点是呢 在第一次英和战争的时候 英国因为战胜这个荷兰 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整整让这个英国的国力翻了一番 那之前英国人就尝过这个甜头吗 那你说英国国会到这个时候 蛮抠嗽的说不给钱吗 那换成你你肯定也会打钱给这个查理二世吗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致富机会啊 所以呢在这个第二次英和战争之前呢 英国国会和查理二世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并且国会非常支持查理二世 发动第二次英和战争 那这个话再说回来 查理二世和詹姆斯这哥俩啊 看到荷兰人要决心跟他们决战了 那他哥俩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再告诉你啊 这哥俩压根没当回事 压根就没得子 完全就没把荷兰人放在眼里 这哥俩啊就认为 荷兰这个小同学以前这个小盟友 一个小跟班小弟 现在反过来要削他大哥 这个决定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于是呢就在1665年 英国和荷兰就正式的拉开了第二次英和战争 那也许我说到这儿呢 有些听众朋友就觉得我可能太主管了 太向着英国人说话了 太藐视荷兰人的实力了 其实我 我怎么说呢 我在陈述事实 这个事实啊 是当时所有英国人的态度 非常藐视荷兰人的态度 我跟你们讲啊 现在很多英语词组 表示对某人的嘲讽 都是来源于这个时期 就比如说那个Dutch Uncle Dutch就是荷兰人的意思嘛 Uncle呢就是叔叔对吧 那如果你在英国听见某人说这个Dutch Uncle 不是代表说他真的遇见了一个荷兰叔叔 而是遇见了一个非常二的二货 所以呢当时英国人是真的觉得荷兰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至少在军事上完全不是一个level了 但如果你觉得我用英语词组来判断当年的英国人是如何的瞧不起荷兰人显得没有那么客观的话 那好吧我现在给你提供一组数据来说明当时的两军实力的差距 第二次英核战争的初期啊 有一次海战 双方呢各有100艘战舰 这就说明谁也不欺负谁对吧 但结果是什么样的 结果就是荷兰损失了17艘战舰 伤亡了4000名水手 而英国呢只损失了两艘战舰 伤亡了800名水手 所以你告诉告诉我这是差距吗 这不叫差距 这个叫碾呀 那如果你在问我英国海军为啥这么厉害这么屌呢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啊 他们太有战斗经验了 这个经验呢就是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英国海军培养出那种荣誉感 以及克伦威尔时期建立的那种严格的 执行作战任务的制度 慢慢形成的战斗经验 英国海军的战斗经验呢 在当时完全是没有对手可以超越的 整个的战争状态啊 用我们东北话来说 就是英国人把荷兰人怼在强击甲一顿小 就好像那个拳击运动 英国人把荷兰人逼到角落 一顿左勾拳右直拳的 打得这个荷兰人眼睛直冒惊醒 根本没有能力还手 这就是碾呀 但我讲到这儿呢 为英国人吹了这么多牛逼 大家一定以为第二次英和战争 又是英国人赢了吗 错 剧情到这里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第二次英和战争的结局啊 其实是英国主动找了荷兰 谈和了 并且修改了航海条例 让出了一部分利益给荷兰 也就是说 你可以理解为第二次英和战争 其实是英国人输了 因为啊 这个荷兰发现打不过英国的时候 就叫来了一位大哥来帮忙 这位大哥是谁呢 不是别人 就是法国 而且这个时候的法国国王 就是那个欧洲历史上贼有钱 贼潇洒 从来不洗澡 只喷香水的路易十四了 对没有错啊 就是给自己起了一个牛逼闪闪的封号 太阳王 那个要热死全世界的路易十四 荷兰人叫上了路易十四啊 就让当时的查理二世 脑瓜子直疼 脑银子都蹦出来了 路易十四呢 虽然刚登机没多久 但是塔呢就相当猛 各种在这个欧洲大陆上发动战争 完全就是要称霸欧洲的节奏 查理二世一看路易十四缠呼进来了 就对于荷兰人说啊 哎呦我去老弟 你太他妈玩来了吧 不是说好我俩单打独斗的吗 说好在树根底下找个阴凉地方 一绝雌雄的 非得在大太阳底下整 多热呀 所以就这么找第二次英核战争的后期呢 英国人就逐渐的失去了战争的优势 但是除了法国人的惨慌 还有让查理二世在第二次英核战争 没有占到便宜的原因 那就是在1665年的时候 伦敦再次爆发了黑死病 也就是鼠疫 那一年的伦敦呢 大概死了十万人 对然后呢 紧接着在1666年的时候 伦敦又发生了一场大火 就烧了五天 百分之九十的房屋都被毁了 所以英国在第二次英核战争的时候 是处在了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刻 就是内有瘟疫和大火嘛 外有法国人去掺和 所以查理二世就决定拉倒吧 那这次就先别打了 先弹河吧 就这么着 第二次英核战争 就在这种情况下就结束了 那实际上英国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呢 还损失了一些利益 那我今天在节目里呢 也趁此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1665年的伦敦瘟疫和1666年的伦敦大火 其实这个伦敦瘟疫啊 黑死病啊 这个鼠疫爆发的原因 简单来说就是生活用水离这个排五口太近了 造成了病毒的传播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说像现代这样 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水龙头 自己借自己的 那个时候的生活用水啊 都是在公共场所 当时伦敦的那种设计呢 就是总的这个生活用水的排水口和粪便排屋的那个排屋口离得很近 这就导致了瘟疫的大爆发 而且呢 就一直得不到控制 因为不知道这个根源在哪儿嘛 所以就搞得这个瘟疫越来越严重 议会也不开了 国王也跑到牛津去避难了 但你说这个瘟疫最后是怎么得到控制呢 就是第二年 就是1666年 那个伦敦大火才彻底的控制了疫情 大火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是一个面包店里的这个学徒烤完面包 然后没关炉子 结果就着了 然后烧遍了整个伦敦 烧了五天 但反倒就是把这个瘟疫给烧没了 那我说到这儿呢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上集说过的一个人物 叫科里斯多福雷恩 他呢就是在这场大火之后呢 组织灾后重建的总设计师 总工程师 就是在1666年这场大火之后 很多的地表就是由他负责设计的 然后建造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在伦敦看到的一些有名的建筑物 其实都是1666年之后才建的 好那我们把话再说回来 反正不管怎么找吧 第二次英河战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停战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 一英国和荷兰呢 在印度群岛上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 第二呢 英国就是把原来在南美洲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给了荷兰 而荷兰呢 把原来在北美洲属于荷兰的殖民地给了英国 我说白的就是互换领地 这同时呢 也促使了英国北美殖民地和南美殖民地的一个相连 一个整合 那第三点呢 就是航海条例修改成了荷兰有权将自己的商品卖给英国 好了 那我觉得本集讲到这儿呢 就可以结束了啊 这集主要讲的是查理二世上台以后发动的第二次英河战争的始末 同时呢 我也向你介绍了英河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英国的重商主义 必须要通过武力来达成垄断和排他的商业目的 那节目最后呢 我和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录制本集的时间是凌晨的三点半 11月30号 而这集呢 也就是41集应该是光荣革命前的最后一集 但是我这个时间实在是安排不开的 因为明天早上我要去趟北京 大后天呢 我要去趟上海 去参加一个英国教育项目的座谈会 但是大家最近催更的还比较紧 所以我就先更衣一下41集的前半段 也算是先给大家解解渴 那等我下手回来以后呢 再更41集的下半段 所以呢 就请大家多体谅吧 那这集41集上 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故事并没有讲完 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啊 持续关注我的节目 接下来呢 我更新会很快 至少一周会有一集的 好了 我就不多计划了 因为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不管怎么找我啊 感谢一直陪伴我的同学们 老谢真诚的祝你们天天开心 OK 再次感谢收听谢同学去说英国诗 我是Josua老谢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